大家好,我是斯文 这期视频带大家去看宇宙里最大的横行 首先离我们最近的横行 大家都知道,是太阳 太阳的直径大约是139万公里 体积大约是木形的1000倍 海王形的21000倍 地球的130万倍 这么一看,太阳好像是一颗很大的横行 确实,但只限着在太阳系内 如果站在银河系 甚至整个宇宙的尺度去看它 它实际上非常的普通 而且一点都不大 聚光银河系内比太阳大的横行就有不少 比如天狼星A 为什么要强调是A呢 因为天狼星实际是一个双形系统 它是由两颗横行组成的 分别是天狼星A和天狼星B 天狼星A是主序星 天狼星B也是个白矮星 所以我们在晚上看到的天狼星的光 全都是天狼星A发出来的 它也是我们在夜空中 肉眼能看到的最亮的横行 而天狼星B用肉眼是看不到的 天狼星A离我们很近 只有8.6光年 它的指径大约是238万公里 是太阳指径的1.7倍 体积是太阳的5倍 质量是太阳的2倍 还有大脚型 也是一颗比较靠近我们的横行 距离地球大约36.7光年 它的指径是太阳的25.4倍 质量是太阳的1.5倍 还有深修7 距离我们863光年 指径是太阳的79倍 质量是太阳的18倍 还有深修4 就是随时要爆炸的那个 距离我们大约640光年 它的指径是太阳的887倍 质量是太阳的20倍 那么以上这些横行都比太阳要大 但除了深修4之外 其他几个并没有说大到看不到太阳的地步 而接下来要带大家看的几个横行 跟太阳一比就真的找不到太阳了 盾牌座UY 这是一颗银河系内的横行 它距离我们5900光年 是一颗红色超巨型 它是1860年德国天文学家 弗里德里希·阿格兰德首次编入横行表的 几年前它被认为是体积最大的横行 可能到了现在提到最大的横行 很多人记忆一种也还是它 当时科学家计算出它的直径大约是太阳的1700倍 体积大约是太阳的50亿倍 这是什么概念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每秒30万公里的光速网 一秒可以绕地球飞7.5圈 但是绕太阳赤道飞一圈需要14.6秒 而如果以光速绕着盾牌座UY赤道飞一圈的话 需要将近7个小时 不过这是几年前的数据了 根据最新的计算结果显示 它之前的大小被高估了 经过重新计算后 它的直径大约是太阳的910倍 体积大约是太阳的7.51倍 如果把它放在现在太阳的位置上 那木形轨道内的所有天体都会被它吞掉 这么看的话 虽然它重新计算后的大小跟之前比小了很多 但也相当庞大了 那根据目前的研究发现 盾牌座UI的说明只剩下1000万到5000万年了 一般来说 恒星能量耗尽后会变成白矮星 如果它剩余内核的质量超过太阳质量的1.44倍 大家还记得这个1.44是什么吗 就是前德拉赛卡极限 我们在黑洞的那期视频里有说过 这种情况下它就会继续探索 从而变成一颗中子星 中子星的密度非常大 质量差不多是太阳质量的1到2倍 但是半径只有10到20公里 如果它剩余内核的质量超过太阳质量的3.2倍 那引力探索还会继续 最后会变成一个黑洞 史蒂文森2-18 这颗恒星在过去的几年里 在很多人心里取代了盾牌座UI 成为了新一个最大的恒星 当时科学家计算出它的指径 大约是太阳的2150倍 体积大约是太阳的100亿倍 地球的1.3亿亿倍 光绕着它飞一圈 需要将近9个小时 如果把它放在太阳的位置上 那么土星轨道内的所有天体 包括土星都会被吞掉 并且还会烫伤天王星 但是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人 都对史蒂文森2-18的大小产生了质疑 因为它超越了汉弗莱斯的戴维森极限 这个极限是1979年 由天文学家罗伯塔·汉弗莱斯 和克里斯·戴维森提出来的 简单来说就是 他们认为 大质量恒星的亮度有一个上限 就好像是给恒星的亮度设置了一个天花板 当恒星变得非常亮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不稳定 因为它的亮度太高了 导致恒星自己无法维持所有的物质 这个时候 它就会通过恒星风把物质吹走 从而降低自己的亮度 也就是说 恒星越亮就越容易失去物质 那回头来看史蒂文森2-18 像它这么大的恒星 应该无法同时保持高亮度和大体积 它应该通过恒星风失去物质 光度变得更低才对 但是它的亮度极高 大约是太阳的44万倍 而且亮度高的同时体积也非常大 完全违反了这个极限 比我们预期的要亮的多 大的多 所以这个悖论就说明 要么这个极限是错的 是我们对恒星的理解有问题 可能人家就是能长到这么大 还能维持这么高的亮度 要么就是我们高估了它的大小 像史蒂文森2-18这种大恒星的大小 是很难测量的 一是因为它距离我们太远了 它距离我们大约2万光年 二是它的位置比较靠近银河系中心 它周围密密麻麻的都是恒星 不容易去测量它真实的亮度 三是这种红巨型的外层大气 要比太阳或者天狼型这种恒星的大气 更加扩散 大家看一下深秋寺的照片就知道了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很固定的球体了 它的外层大气边缘已经扩散得非常远了 不好去界定它的最外层在哪里 所以出错的可能也是有的 时间截止到2024年9月份 科学界主流观点认为 目前已知的最大恒星应该是WOH-G64 它不属于银河系 它是大迈着轮行系的一颗恒星 距离地球大约16万光年 它的半径大约是太阳的1540倍 体积大约是太阳的43亿倍 如果把它放在太阳的位置上 那么木星轨道内的所有天体 包括木星都会被它吞掉 这颗恒星的大小就很符合恒星演化极限 理论上恒星生长的极限就应该是太阳直径的1500倍左右 所以它的大小也就得到了科学界主流的认可 另外有意思的是 WOH-G64被一个直径大约为一光年的尘埃云包围着 这些物质都是从它的最外层抛射出来的 据估计这个尘埃云包含的物质足够造出9个太阳系 无论是盾牌座UI还是史蒂温森2-18 还是WOH-G64 它们都有点虚胖 全都是体积大质量不大 像盾牌座UI 它的体积也是太阳的7.5亿倍 但是质量只有太阳的32倍左右 G64的体积是太阳的43亿倍 但质量却只有太阳的40倍左右 这是因为它们都是红色超巨型 这已经是它们生命的末期了 这个阶段的恒星不可能在拥有大体积的同时还保持高质量 因为它们这个阶段会不断地向外膨胀 在膨胀的过程中就会不断地失去质量 而目前发现的质量最大的恒星是BAT99-98 它的质量是太阳的226倍 但是它的直径只有太阳的37.5倍 如果把它放在太阳的位置上 差不多就是水星轨道的一半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 这颗恒星刚诞生的时候 有250倍的太阳质量 从它诞生到现在 它已经失去了20多个太阳的质量 它的年龄只有750万年 太阳的年龄是46亿年 所以可以说它非常的年轻 并且它还非常的活跃 它属于沃尔夫拉叶星 这是宇宙里面一类非常特别的大质量恒星 这类恒星有几个特点 一 质量和亮度极高 它们的质量通常都是太阳质量的20倍以上 而BAT99-98的质量 更是超过了200倍的太阳质量 还有它的亮度是太阳的500万倍 二 表面温度极高 它的表面温度能达到5万到10万摄氏度 三 恒星风极强 它的恒星风可以达到每秒数千公里 大家要知道 海王型的风速也才每秒600多米 那这么强烈的恒星风 也会让它快速失去质量 它有可能在一年内就失去一个太阳的质量 四 生命周期较短 BAT99-98作为这种极端恒星里的典型代表 它的演化速度非常快 生命周期往往不会超过1000万年 而相比之下 像太阳这样的恒星 生命周期大约是100亿年 它现在已经750万岁了 预计再过不久 它核心的燃料就会耗尽 最终会引发超新星爆发 从而形成中子星或者黑洞 我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 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宇宙里有没有可能存在直径是一光年的恒星呢 大家觉得有可能存在这样大的恒星吗 目前来说是不可能有直径达到一光年的恒星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为啥不可能 首先我们目前已知的大体积恒星 像盾牌座UY 史蒂文森2-18 WHG64这些红色超巨型 它们的直径已经非常大了 如果按1500倍太阳直径去算的话 就相当于大约20多亿公里 但是一光年大约是94600亿公里 这么一看 这些大恒星的直径 在一光年面前简直就是微乎其微 仅仅只有万分之一 即使把人类目前探索的所有物质压缩在一起 产生的引力 也不够帮恒星捕获一光年直径的星云物质 其次 恒星之所以能够稳定存在 是因为它向内收缩的引力 和向外辐射的压力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 当恒星达到红巨型阶段的时候 它的体积确实会大幅度膨胀 但当膨胀超过一定极限后 它核心的压力就不足以支撑外层物质了 如果一颗恒星膨胀到一光年的尺度 那它核心的引力 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么大范围的物质 它的外层物质会变得极其稀薄 几乎接近于真空 根本维持不了恒星的结构 而且恒星内部的核聚变反应 是需要在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才能进行的 如果一颗恒星膨胀到一光年 那它的核心就会无法维持足够的高温和高压 来继续核聚变 一旦缺少了足够的能量来源 恒星很快就会探索 所以无论是从引力平衡 恒星质量还是核聚变的物理条件来看 直径达到一光年的恒星 在现实中几乎就不可能存在 那既然一光年的恒星不可能存在 有没有其他类型的天体或者结构 能够达到一光年呢 这个是有的 比如黑洞 一个超大质量黑洞的世界世界指尖 确实可以达到甚至超越一光年 还有星云 宇宙中有很多这种气体云或者分子云 这些星云的大小可以达到几光年 甚至更大 它的直径超过了24光年 还有码头星云 它的大小也有几光年 所以虽然单个的恒星不可能达到一光年的尺度 但其他类型的宇宙天体和结构 确实可以达到甚至超越这个尺度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我们目前认为没有直径达到一光年的恒星 是基于现有的科学理论和观测技术 但是人类科学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 人一定要保持好奇心 然后不断地探索和进步 历史上很多曾经被认为是极限的理论 后来都被打脸了 所以也许未来某一天的发现 就会改变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